今天的商圈GO 我们来到九份商圈 结果天空却下起小雨 不过也真好啦 这样识情识语的九份 让我可以放慢脚步 来一趟山城小镇 卖美行 诶 先考考大家 来到九份的话会想到什么呢 玉圆吃过了啦 叉慧早就在我肚子里啦 老戏月刚刚才逛过呢 所以想知道九份商圈 还有什么好吃好玩的呢 跟着我们商圈I don't know就对啦 走 从矿坑小镇变身观光商圈 其实九份老街 以前就是矿工聚集的地方 可过这里潮湿多雨 解体又多 走起路来实在不方便 于是出现了一个特色产物 瞧一瞧 美丽的花布就牢牢钉在鞋台上 漂亮的木鸡完成啦 不说你不知道吧 以前在九份很多人穿木鸡呢 而现在款式变多了 设计上也多了创意 最后我也挑了一双 穿着它来逛九份 很吓怕呢 穿上木鸡通风又不怕淋湿 真的好走很多耶 而接下来还有什么 你不知道的九份呢 走 再去看看 每走一会儿老街上传来一阵香味 原来前面就是九份的第一家臭豆腐店 锅子里麻辣臭豆腐煮到入味 又香又麻 而另一九港式臭豆腐炸得外酥内嫩 也好好吃喔 还有还有这里的竹筒饭要陪泡菜 别有一番风味 谁生都说赞啦 好吃 想不到八九份老街居然应用 隐藏满的臭豆腐煮食下 证明来一定也要试试看喔 老街居然有人在放风筝 你第一次看到 小姐小姐 请问一下你这个风筝啊 哇好小好特别喔 这是哪里买的啊 风筝博物馆啊 哦 那我们去看看好咯 欢迎参观风筝博物馆 请进 本来只是想找小风筝 没想到这里别有洞天耶 原来这里是全台第一座的风筝博物馆 里头收藏了上千个风筝喔 其中的镇馆之宝就是化工细腻的五虎匠和五美图风筝 另外馆长心中的珍宝 还有自己创作的简石风筝 这些全是四十多年的经验累积呢 我本人啊就是喜欢这个 独热热不止种热热啦 其实就是这样啦 给大家来参观来了解 风筝原来是有这么 还有这么深的一个学问 分享得到更多快乐 让博物馆逐渐成型 馆长收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特色风筝 而且我还发现 有一些和平常很不一样的风筝喔 转动一下敲得叮铃当铃响 这是什么啊 弓甩一甩也能发出声音 哦 馆长要我想象一下 这些机关放在风筝上 飞上天后风一吹 就成了各种乐器啦 哇 风筝真的吹得出声音耶 而且这些风筝啊 就在这个博物馆才看得到喔 你今天大开眼界啦喔 你刚才看到的那个散步风筝啊 有兴趣吗 有啊 有兴趣就带你去做 好 我们走 OK 想体验风筝DIY 材料现场都有啦 我开始仔细地足起骨架绑上长线 看起来构造简单的小风筝 却让我做得完全入迷 也许这就是馆长苦中玩风筝的乐趣 而对风筝的热情也成为了馆长坚持下去的动力 所以把一身工作辛苦的钱都花在这边 所以有一段时间很想放弃 很想放弃要把它处理掉 但是过来呢也没有办法处理掉 也舍不得啦 哇 幸好当初馆长没放弃 否则我也没愿见到这么多精彩的作品 不过啊 这个风筝博物馆平常是不收散客的 下次我就就亲朋好友一起来咯 带着自己做的风筝 我心满意足地离开博物馆 最后一站要带大家去喝茶 欢迎光临 里面请 店员亲切招呼 一进去看看四周 就会发现这个茶房很不一样哦 其实它是百年苦错 无声音布局改建的 在这儿不只有茶香 还结合了桃和化的元素 可以感受到浓浓的一吻气息 想喝茶还有专人在一旁指导说明 一边平民还能欣赏美景 而九份老街商圈里 不同的风貌和故事也等待着被挖掘 就像山城风景越夜越美 预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